本视频由无险原创制作 在众多的抗日剧中 大家都看到了在两军对决时 为了减少遭到攻击的概率 士兵们一般都会在地上事先挖好战壕 这些的战壕不仅对子弹有很好的防御能力 即使是手雷弹一类的爆炸物 只要没有直接扔进战壕中 杀伤力都会大大减弱 特别是在防御战中 使用战壕拖住敌人的是一种不二选择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战壕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在抗日剧中 我们看到的情形是士兵 是用小土产慢慢挖出来的 在实际的抗日战争中 我国的士兵也的确是这样挖战壕的 不过由于人工挖战壕的效率较低 所以最迟必须在敌人到来的半天之前开始动工 这还是建立在我国的很多地方的土质 都是合挖战壕的前提下进行的 而在二战的欧洲战场上 特别是苏德战争期间 战争所在地都是冰原 那么这些地方到底如何挖战壕呢 这里就要介绍一种战壕挖掘机了 战壕挖掘机的作用已经不言而喻了 它最早诞生的时间还在一战之前 在效率上战壕挖掘机的确比人工挖掘快了数倍 而且战壕挖掘机还能在坚硬的土地上进行挖掘 所以各国都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但是战壕挖掘机本身的体型太大 使用的局限性太高 所以战壕挖掘机本身的出场率还是低的可怜 因此在很多步兵作战中 如果地表太坚硬不便挖掘 那么士兵就会使用向上对杀大的方式来建立防御攻势 这也在我国的抗日剧中经常出现 如今随着军队的科技化越来越强 多性能的战壕挖掘机已经出现 在战斗中 战壕挖掘机不仅可以为步兵挖掘阵壕 还能为一些狐狸强大 但是防御不弱的装甲车建立掩体 而即使是在非战斗时期 战壕挖掘机也能进行一些勾矩和管道工的挖掘工作 在效率上 现在的战壕挖掘机也是比最早的战壕挖掘机高出数倍